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突然浮出水面 可疑的话语 蹊跷的身份 他究竟是谁 两个毫不相关的人 是什么让他们成为难兄难弟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案发22年后的双重收获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近飞牛奶加花生 大脸康小恶 一路牛奶花生 要您收看传奇故事 兵法有云 36G走围上 在局势不利的情况下 与其硬碰硬 碰得头破血流 不如先果断的撤退 保存实力 然后徐徐突之 不过在日常生活当中 并不是遇到什么情况都能一走了之的 有的时候心怀侥幸 脚底下抹油开溜 不仅于是污补 反而还有可能会付出更大的沉重代价 甚至会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们从一桩旧案开始说起吧 那是1999年的2月11号 在这个湖北的云西县呢 警方接到了一起报案 报案人呢 是一对兴斗的兄妹 当时呢 他们神色惊慌 声音颤抖地说 不得了了 有人把我们家爹给打死了 死者杜某的主要损伤是头部的 严重的邓气击打 导致着一个严重的卢老损伤 应当去快速地死亡了 这个时候距离春节 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怎么会发生这么恶劣的事件呢 加害窦某的嫌疑人是谁呢 弄清楚嫌疑人的这个身份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个人 我就发救命他就跑了吗 画面上的这位呢叫窦萍 是窦某的女儿 面对警察呢 窦萍说出了嫌疑人的名字 但是令人震惊的是 这个人和窦家人的关系啊 相当不一般 她姓袁 这窦萍的丈夫 也是窦萍的女婿 这竟然是一桩亲人之间的反目为仇 可是老话说的好啊 女婿能顶半个儿 袁某和窦家人 怎么就走到这个地步了 面对警察呢 窦萍似乎是悔不当初 她说如果时间能倒流的话 她无论如何 都不会把灾祸带给父母 窦萍说呀 这个案发前一天 她跟袁某吵了一架 完了那就回娘家了 到了当天下午 袁某也来了 她是来接窦萍回家的 一般来讲嘛 既然一方都主动示好的 另一方顺着台阶下来就得了 可是当时呢 窦萍和袁某之间 偏偏有个特殊情况 原来啊 窦萍回娘家之前呢 袁某做了一件事 当时因为不想让窦萍回娘家 袁某这脑袋一热 竟然把窦萍啊 给锁污了 丈夫竟然敢限制自个儿的人身自由 窦萍说她是又害怕又生气 想办法逃回娘家之后 就再也不肯跟袁某回去了 难道说袁某之所以会走向集团 就是因为妻子不跟你跟她回去吗 并没那么简单 直到多年之后 人们才明白这事 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 对其中啊 还有更深的隐情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当时对于侦察员来说 当务至极就是找到袁某 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 想要找到袁某呢 却几乎比登天还要难 原来因为案发地点比较偏体 当侦察员赶到的时候 袁某早就逃之夭夭了 因为当时案发的时候 常态化的工作应该是做了 但是那时候呢 你知道科技不发达 你包括到火车站买火车票 也不要什么人 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 说白了 他隐姓埋名一走之后 就很难再发现他的踪迹了 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袁某的下落逐渐成了个谜 一起这个嫌疑人非常明确的案子 却迟迟不能破户 对于这样的情况呢 豆家人心里头一点都不甘心 豆瓶和哥哥呢 经常会到这个云西县的公安局呢 打听案情进展 反正嫌疑人没个动了 这个不清楚 作为我们公安机关 肯定有压力 这个尤其是每次也见到 这个受害人的假数 是心里有种愧疚感 在这里有必要补充一点 当年袁某作案前套之后呢 云西警方立刻就把它列为了 网上追逃人员 此后的每一年 侦察员们都会对案情 重新进行梳理 一件事只要方向对了 再加上不放弃的毅力 就有可能迎来峰回路转的那一刻 想必大家也知道 近些年来呢 行政技术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就拿这个人像比对来讲吧 相比于人的这个肉眼 计算机的算法 不仅更加的精密 而且呢 受比对对象的年龄影响呢 也比较小 即便只有一个人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也一样可以比重这个人老年时候的样子 在这种背景下 2021年6月份 有个消息传了过来 当时呢 同属于湖北省的阿路警方呢 给云西警方传来了一张卡口照片 虽然这张照片只是测量 但是比对结果显示 照片上这个人呢 和逃了22年的袁某 极为相似 这个人像 比对 高度相似 95% 就相似率 这何止是极度相似的 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卡口照片中的这个人 会不会就是消失已久的袁某呢 带着希望 也带着忐忑 侦察员呢 赶往了阿路 经过调查 侦察员们发现 卡口照片中的这个人呢 是在当地的一家 专厂里打工的 所以我们到 按理的把专厂老板 叫他当地公安机关 一见到专厂的老板 侦察员就把卡口照片 和袁某当年的照片 一起拿出来了 怎么样呢 卡口照片里的这个人 是袁某吗 专厂老板也很谨慎 他看了又看 最终给出了答案 让这个侦察员的心呢 顿时就量了半截 他说我们这个工厂 确实有这样的人 不是叫袁某 他就是名字叫王进 听到了吧 名字不一样 或许有人会说 这很正常 毕竟袁某是 1999年做的案 那个时候 二代身份证还没启用呢 袁某前逃之后 完全有可能 漂白身份 改头换面 万一这个王进 就是改头换面之后的 袁某呢 虽然不排除这个可能 但是侦察员呢 却不敢这么肯定 大家别忘了 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 别说长得像的了 明明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长得 却跟双胞胎一样的人 也不是没有 在以往的追查当中 侦察员就遇到过 类似的情况 原来 云西警方呢 每年都会把 袁某的照片 录入数据库 进行人像比对 当时侦察员很兴奋 每笔中一个人呢 都会满怀希望的去核查 可是核查的结果呢 却让他们一次 遇失望 我们当时也去核查 核查都把查放 所以说明白了吧 侦察员一听到 王进的名字和袁某不一样 就开始忐忑起来了 万一这一次 也空欢喜怎么办呢 为了确定这个 王进是不是袁某 侦察员呢 就决定去这个专厂 会会他 可是没想到 这边侦察员才刚进专厂 那边就有消息传来 你看怎么着 这王进呢 他竟然跑了 就是那个厂长 问他们那个厂里 最终负责事工的那个经理 那个经理 过去找他 那经理找到他 跟他说什么了 他说一块有人找你 他所以他当时警惕了 还没有说是公安局来找他 所以老家可能有人来找你 他当时警惕地跑了 这就有点磁地 乌银三百两的味道了 王进这一跑呢 反而让侦察员看到了希望 通过外围调查 这王进呢 其实根本就没有身份证 他在专厂里打的是黑弓 而且据专厂老板回忆 王进来到安禄的时间 跟当年袁某的案子 发生的时间相当吻合 种种迹象显示 这个所谓的王进 应该就是潜逃了22年的袁某 可是随着袁某身份的确认 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 从袁某一听老家来人 就立马跑路的行为来看 这个人的反侦察意识还是挺强的 对侦察员产生警惕之后 他很可能会藏得更深 怎么才能把他揪出来呢 就在这个时候呢 专厂老板说话了 他说和隋州这边一个吴万山 关系比较密切 有可能到隋州岛吴万山去了 根据调查 吴万山和袁某呢 曾经在同一家专厂里头务工 据说呢 整个专厂里的就是他们俩关系最好 专厂老板的这个分析有道理 毕竟袁某走的仓库 而且还没身份证 他很有可能来不及制定逃跑计划 只能先到好兄弟那儿避避风头 于是呢 真传员就找到了吴万山 当时呢 他正在隋州的一家专厂里头打工 那么袁某有没有投奔他呢 不少人应该都听说过一句俗语 叫搂跑打股子 指的就是这个干一件事的时候啊 顺手把另外一件事给干了 有意外的收获 当时侦察员怎么都没想到 对吴万山进行询问的时候啊 他们竟然也碰到了这种好事 不仅顺手打到了一只兔子 甚至还顺便送了个人情 这怎么回事呢 因为侦察员对吴万山进行问话的时候啊 用的并不是袁某的真名 而是依然用了王进这个名字 在这呢 我们暂时呢 也就用这个名字 好了 当时侦察员就问吴万山 说最近有没有见着王进呢 王进最近这两天都已经来了没有 他说没来 侦察员接着问 那王进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如果吴万山说没有 这倒也正常 但是您猜吴万山是怎么说的 他的回答啊 简直瞬间就让侦察员注意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我们问他有没有王进的电话或联系方式 他说王进没电话 他说这句话 把我们怎么 我们感觉他这个说的和我们之前调查的事实有出入 根据侦察员调查的情况 王进明明是有手机的 而且通话的记录显示 他跟吴万山之间还通过电话 可是面对侦察员的吴万山却一口咬定 王进没手机 这明显是撒谎 吴万山为什么要刻意隐瞒跟王进之间的联系呢 如果只是为了包庇王进的话 难道他就不知道其中的厉害 带着一位 郑开言继续询问吴万山 可是吴万山的反应呢就更加可疑了 当我们在被他作询问笔诺的时候 询问笔诺的时候 登记吴万山个人信息的时候 问他春日年月 问他什么号码 他说我春日年月我记不清楚 我这种寿什么 我是寿胡的时候是寿什么的 身份证号码 他我也记不得 连身份证号码都不记得了 这吴万山是怎么出来打工的 当初他进场的时候 难道就没有给老板看过身份证吗 一听这话呢 吴万山一拍脑门赶紧说 他说我想起来了 我的身份证确实是不在我身边 当初交给老板了 所以才记不起身份证号 吴万山说的挺顺流 但是很遗憾 他可能不知道 当时这老板就在门外的消息 然后我们老板当时在外面 我们直接都问老板 那我没有 没生日没给我 这明显的是 就是像我们撒谎 好嘛 感情这吴万山 自从见了侦察员之后 嘴在里头就没说一句实话 这可是在警察面前的 吴万山他怎么就敢满嘴跑火车呢 真的只是为了包庇王金而已吗 眼看着吴万山 既拿不出身份证 也不可以说这个身份证号 侦察员有想法了 他们怀疑 有问题的 不光王金一个 这吴万山很可能也有大问题 当时都停止了询问 然后就让他站起来 拍一段照片 我们拿这个照片 然后就发回到我们局里面 我们技术人员 当即就把我们现实拍的这种照片 进行比对 比对结果如何呢 这么应了那句老话 故意类聚人以寻分 这吴万山跟王金呢 还真是臭味相投 发现和我们那个网上 和这个荷兰那个南洋史 唐和县 2000年上网的 故意杀人案 王王宝 比重呢 相似度是90%多 您说这事儿瞧不瞧 我侦察员原本只是想跟吴万山打听一下王进 不曾想王进没找着 反而发现了吴万山的秘密 这还真是失之于东于收之丧欲 不管怎么样吧 这总算是个重大收获 而且也算是为兄弟单位省了不少麻烦 侦察员立刻就联系上了河南的唐河警方 让他们过来把吴万山给带回去了 当然了 经过讯问和原某化名王进一样 这吴万山也是个假名字 他的真名呢 姓王 王某当初为什么会犯下命案呢 因为邻居的矛盾 和他妻子之间发生矛盾 他把那个邻居吃棒 殴打至死 之后就想逃亡这个过程 当初决定逃跑的时候 王某可能做梦都没想到 最终他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落网 这也再次提醒那些心怀侥幸的人 做错了事 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担当火哥的话 等在前头的很可能不是侥幸 而是从天而降的报应 王某这边的事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而且深入调查之后 战场也确定 王进 就是袁某 确实没有来随着投奔自己的老朋友 可是这么一来 袁某就等于再次失去了中绩 他究竟去哪了呢 牛奶家花生大力康小恶 银龙牛奶花生 要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说到芸汐警方 本来是在追捕逃犯袁某 不曾想袁某没找着 反而顺手抓获了另外一个在逃的命案嫌疑人 这堪称意外之喜 可是惊喜归惊喜 侦探员身上的任务还得继续 消失不见的袁某如今又在哪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是一种别扭 可是最让豆瓶别扭的 并不是袁某的家里条件 总话说 一个人最怕的不是穷 而是懒 很不幸 豆瓶说结婚之后 他才发现 袁某是相当的懒 比如说是打牌 或者说是不愿意出去劳动 有点好吃懒做的生活习心 豆瓶说 他对袁某的不满是与日俱增 而在不久之后 豆瓶无意间得知了个消息 终于让他的不满 搭到了顶峰 得知了这件事呢 豆瓶说 他是一刻都不想 继续和袁某待在一起了 两个人结婚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诚实 可是他和袁某的婚姻呢 竟然从一开始 就建立在袁某的欺骗之上 豆瓶说呢 这就让他觉得无法接受了 于是呢 豆瓶就正式向袁某提出了离婚 如果是搁现在的某些年轻人身上 两个人的婚姻都已经一地鸡毛了 这离婚也罢了 但是呢 当时袁某不这么想 他袁某看来结婚 还不到半年就离婚 这说着就多不好听啊 作为南方来说 出现这种情况 他的自尊心呢 包括觉得在当地 因为地方比较小嘛 在当地的名声可能不太好 肯定就想极力地挽回 接到婚姻 有人可能会说了 既然袁某想要挽回婚姻 那就好好想办法嘛 先从改掉游手好闲的恶习开始 混出点人样来给豆瓶看 直接打打住手 豆瓶一气势下来就打他回娘家 为了阻挡豆瓶回娘家 袁某就把豆瓶锁在屋里 过完之后 袁某表示 他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有所谓的苦衷的 袁某说 那个时候马上就要过年了 按照当地的习俗 媳妇呢 是要到国家过年的 如果不在 这就是不给国家面子 别显得丈夫 和没有家庭地位 作为南方来说 想带着自己的媳妇 回家跟自己电话过年 搞了半天 原来袁某之所以会去接豆瓶 不是因为想赔你道歉 而是为了自个儿的面子 可这个世界上 只有真心才能打动人 一个人如果只考虑 自个儿的面子的话 就不要怪别人不给面子了 当时任凭袁某好说歹说 豆瓶就是不愿意跟他回去 眼看着豆瓶软硬不吃 袁某就把毒瓶打到了 越书越母身上 希望两个老人能够帮帮忙 劝女儿跟他回去 可是袁某显然是吃酸了 老丈人肯定不会说是站着他 女婿这一方面 肯定是维护他的女儿 想让他们分开 不愿意劝着他 女儿跟他回家过年 这个走向是袁某没想到的 因为豆瓶不肯回去 再加上当时天色已晚 袁某能够游出在了越后家 可是那天夜里 他却一语无法误碎 对于一个缺乏 是我审视和是我反省的人来讲 一旦遭遇失败 就很容易把失败的责任 推卸给别人 火车案的思绪当中 袁某认为这一切 全都是虐父的错 这个袁某就怀恨在心 心里想 我跟我这个妻子 过得这个生活不幸福 也就是你这个 当老丈人的 从中挑唆的 不支持怎么样的 对他有这个怨恨的心理 于是一场悲剧就这么爆发了 大发之后 袁某逃离了家乡 来到了暗路 他这里的大发明人王静 一直在专场里头打黑工 他本以为能够奖心的逃过一辈子 不曾想 哪怕是过了22年 警察还就找到了他 甚至连他的难兴难力 王某也因此落了网 一起长达22年的追逃 最终有了预期之外的双重收获 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算是意外之喜了 其实在我们国家的刑法里头 规定有了一个自首制度 如果一个人外逃之后 又主动投案 并且如实供述这个的队形 那么可以算作自首 在特定条件下 甚至可以获得相应的同宽处理 但是袁某和王某却心怀侥幸 不缘而同的选择了逃避 最终不仅依然要为 赠根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而且还在终日生活的这个 在这个担惊受怕之中 可谓是一错再错 得不偿失 牛奶加花生 大力康小恶 一路牛奶花生 感谢您收看今年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今次有点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